我们都说过老人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 经常出一些状况 说一些过火的话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那最近呢 这个上海的地铁上面又出现这样的事了 一位79岁的老人 婉拒小伙地铁让座 受到大家的好评 人家是跑马拉松的 但是呢 这样身体强壮的人并不多啊 总有身体不太强壮的人 是吧 11月18号 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子 在地铁2号线上 与一位年轻女子因为座位的问题 发生争执 那其实这个列车上呢 当时车厢是有空座位的 然而老人不去坐空座位 而是直接要求女子让位 语气还特别的凶 用词当中有一些恐吓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旁边的大爷看不下去了 让出了一个座位 然而老人不坐 认准呢 这个女子非要做到 这个在人家已经拒绝之后了 直接做到了女子的腿上 这女子已经吓傻了 也没有及时拍证据 拍视频 取到证据 而是害怕受到更多攻击 选择了让座 离开 所以确实这个事情呢 有一些问题 因为女子坐的位置就恰好是叫爱心 专坐 老人当然认为这是我的 这不是你的 是吧 所以她会坐在那个位置 老人还骂骂咧咧说的 你也会老的 你家里没老人吗 所以这个老人似乎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之上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很多人已经在网上发出声音了 不要医老卖老 这个别人这样让你是吧 那也是算是这个叫什么了 已经是算对你客气了 这个尤其是早高峰的地铁上啊 甚至于就是完全是有空坐 你不坐 你非要坐在人家腿上 有律师就说 这个涉嫌侮辱啊 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 有证据啊 那这个事情可能真的 老人还涉嫌犯罪